所以我现在觉得 你到地方上讲 都在想着振兴地方经济 但是你看这个方法就是说 咱们得有个什么说头 我们这是有个什么说头 你知道吗 什么说头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那天谁来报告了 老子顾礼好像是 这好像岳飞在这待过 这是个说头 就包括说 所以说咱不见得非得是重阳 就只要不是现在当时当地的 有的时候是古代 有的时候是外国 反正是 有的时候说谁写了首诗 提到过我们这地方 这就行了 这就有了一个借力点 你知道吗 有了一个说头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成名 我觉得跟人一样 西门庆顾礼 对 潘金莲第二顾乡 你承认不承认 出名就有钱 这个规律是怎么回事 出名就来钱 一个地方出了名 其实主要 其实是因为 他不是因为出了名就来钱 那是因为 我觉得这阵子其实已经过了 是因为有一阵子 中国市场上游资很多 我这个地方如果出名 有个名头 我说我搞个什么旅游点 搞个什么 搞一个旅游点 比如说就旁边搞一块地 开始做别墅 开始做高尔夫球场 这一配套东西全来 对不对 那内线就是很多人是有钱 市场上有钱 他要找地方投资 吃饭的时候都在问 有什么好做的 对啊 做庙 你有没有注意这些人 做头 但钱有的是 是王达勇的问题 所以你给了他一个理由 他不就来了吗 他来了 他也吵一吵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 将来这地方能够搞得很好 搞钱 那不重要 重要是我现在搞了 你知道有的那个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前一阵去看房子 说是这个叫关海阁 在海边 结果说哪是海啊 完全看不见 然后你知道卖房子的人多会聊天 说海就在你心中 关海 海就在你心中 我见过一个比你好一点 我跑到也是个房子也叫凯 跑去看来有个池塘 但他不叫池塘 他叫内海 就在家耳海那样的 没错 那还有一个 我还出席过一个 就是那个寿楼大会 好家伙 你知道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寿楼经理 用那个PTT 大一幕打出来 就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美景 这个旅游圣地 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三山石一样的 三山石一样的东西 是吧 就是很牛 是吧 然后说完了之后 大家就吃午饭 吃完午饭 我带你们就现场看 我一看 是在海边 但是他说海里边有那个三山石 我说三山石在哪呢 他指着50米远处 露出水面的三个石头尖 他说你看 那就是三山石 那个礁石 我这跟黄岩岛的那个石头 差不多 那个有名的 有名的 三石应域 到时候再给你起个名字 你说到这种 去忽悠别人 比如说怎么样 去搞一些名堂出来 有时候我们还不一定是搞一些古代名人 或者建一个什么典故 有时候自己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 就自己造 或者说把本来没有的东西 本来有的东西干掉了 在新造